拍湄公河联合执法 行动至今11年 从未间断 这条东南亚最大的河流 虽不是中国的内河 但上面有中国公安的船 和鹤枪实弹的铁拳 从此中国打击金三角犯罪 和保护中国公民的财产与安全 实现了欲敌于国门之外 金三角的毒贩再无法无天 已经没有人敢打中国人的主意 因为一不小心惹错了人 后果真的很严重 湄公河采安后 中国的强势态度和雷霆手段 让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什么叫虽远必诛 2011年10月5日 泰国军方自称根据线报 说湄公河上有两艘中国船只 载有大量毒品 下午一点半 两艘悬挂了中老免泰 案发两天后 在泰国清盛码头 先后发现了两具浮尸 死状之惨 令人目不忍尸 遗体双手被手铐靠住 头腹部重弹 两枪身亡 另外一个眼睛嘴巴被胶带封住 颈部有致命刀伤 经证实皆为中国人 分别是华平号船长黄用 和御兴八号船长杨德义的儿子 仅一天过后 又接连发现了 九具中国船员的尸体 同样双手被靠 头上缠满胶带 身上有无数的枪野 飞来横祸 惨死他乡 还被人污蔑成毒贩 这件事情需要有人给出解释 很快 泰国方面将这起事件的矛头 又指向了缅甸瓦邦的贩毒集团 给出的理由却很单薄 因为他们觉得 袭击情况和瓦邦毒贩的 作案手法很像 当时周边国家都在高度 关注此次事件 瓦邦在几个小时后 反手就是一个光速打链 表示缅甸与事件绝无关联 并建议中方成立调查团 全面调查涉事水域和泰方人员 瓦邦也愿意接受同等调查 缅甸表现的如此坦荡 不是没有原因 他们找到了一个目击者 证实当时泰国军方人员 在登上货船后 不仅枪击了五名船员 还将六具尸体推入了江中 缅甸的声明一出 必要的同时还引爆了新的案情 杀人真凶似乎直指泰国军方 之后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了 泰国老沃缅甸的驻华使节 提出紧急交涉 另一头 调查真相的脚步并没有停滞 除了军人就是毒贩 中国调查组在毒贩这条线上 有了新的突破 一名在中国贩毒被抓的缅甸罪犯交代 向他收取保护费的 是诺康组织的一个小头目 叫做严相仔 之后严相仔也很快被专案组抓获 经过突审 他交代出了更为关键的线索 他曾听顶头上司一来讲过 105案件是诺康一手策划的 诺康成为了头号嫌疑人 但有一个问题 他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而接下来调查组抓获的这个关键人物 给犯罪逻辑链 补上了最后一块闭环拼图 201年12月 诺康集团骨干分子一来被抓获后 陆续交代了集团内部的组织架构 并证实了和泰国个别不法军人勾结 实施策划105案件的情况 由此整个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得以清晰 个别泰国不法军人 需要诺康提供的毒品和替罪羊 以提升业绩 升官发财 而诺康也可以收获在青盛码头 自由贩毒的特殊待遇 既拿诺康归案 给遇害的中国船员一个交代 从201年12月到次年的4月间 缅甸和老挝军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翻第三次 终于将诺康及其组织重要成员抓获 2012年5月10日 中老警方在老挝万象机场举行了移交仪式 当日诺康被押送抵京 至此 这个在金三角横行一时的罪恶贩毒组织 被彻底的连根拔起迎来终结 在执行死刑前的直播画面中 我惊奇的发现 这个一年前被抓时满脸憔悴的凶犯 竟然被我们养得白胖了不少 以至于主持人需要不断的强调 镜头中的这个人是十恶不赦的杀人恶魔 更离谱的是 死到临头的诺康竟然还在发笑 令人毛骨悚然的笑 这大概就是恶魔最真实的样子 轻薄人命生死 颠倒地狱人间 可又能怎么样呢 他还是在中国道义的铁拳之下 被撕碎了无耻的笑脸 错骨扬灰 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 湄公河残案发生之后 公安部下令在西双版纳成立 云南边防总队水上支队 中国警方强势进入湄公河开始直发 几乎可以说 接管了这一流域的管辖权 不仅沉重的打击了金三角毒品交易的毒瘤 更彰显了中国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强大决心 与强硬行动